欢迎大家 今天我们就想讲讲整个晶片的设计 和Operating System 我们经常讲的OS的关系 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讲这个题目呢 其实最主要是我们一直有研究人工智能 当然也有参与股票研究这些公司 同时最近有很多媒体报道 关于华为的鸿蒙的操作系统OS 这个操作系统究竟为什么效率会比一般的Android 我们希望可以带出最后一个Compiler的概念 我们希望深入浅出讲解整个流程 因为坊间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有些就说怎么样怎么样 有些说受了Bottonet的影响 究竟哪些是适合 哪些是可能是偏离了一点点呢 我们就会希望用这个节目 就跟大家解释清楚 我想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做晶片设计出身 也有跟踪很多很多这些公司 今天也请到Albert 可以讲一下 針对性讲一下 Operating System OS方面 如何跟晶片是对接的 我想讲一些比较关键的是 我们现在讲的这一堆 其实是 那个语言 那个language 是用来设计晶片的 有两个步骤 一个是语言本身是设计晶片的 另一个是应用在晶片上的 一个是用来制造这个产品的 另一个是如何应用这个产品 这个两个都会在交叉里面都有 所以我们一直讲的时候 大家就会明白 我举个例子 用多些比喻 可能大家比较理解 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做到 多些朋友可以一起理解 一起参与到的讨论 亦都我们其实都不是说 针对好心入好心入 想整个big picture 整个architect 整个框架是怎样的 就不是针对一些很细节的 一路捐下去的那些 那些 我们都可能有节目是这样做的 不过我们这系列的节目 就不会的 我们有一个大的框架 究竟我们的市场 正在辩论的是什么 以及哪个位置是重点 哪个位置是一个转捩点 所以 由硬件开始讲 我们觉得硬件是一个organ 即是一个心肝脾肺肾的organ 即是一个身体里面的器官 如果是到晶片的细节 就是一些cell 是一些细胞 所以organ和cell cell里面有memory 有logic 有很多不同的 世界上 其实最主要是分成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analog 即是模拟讯号 analog 人其实大部分的机能 都是analog digital就是数位 数位讯号 即是010101 那些是数位讯号 什么叫MM 或者MS 就是mixed signal 即是混合讯号 它是有analog 和有digital同一时间存在的 就叫混合讯号 可以用这个分类 有很多分类方法 但其中的分类是这样 那如何去设计这个晶片呢 我们就通常会用RTL 即是register transfer level 这个东西 和很多人会用Virilog 用Virilog去设计一粒晶片 Virilog 或者RTL 其实是HDR Hardware Defined 通常我们会用到EDA Tools 所以常常听到Synopsis Cadence Mental Graphics 那些 如果analog 就可能很多时候 会用到Spice 的一些工具去帮助 最后产生GDS2 GDS GDS 整个File 然后就送去晶圓厂 送去台积电 送去做生产 或者叫做Tape Out Tape Out 生产生产 那analog digital 可以再分做 很多种不同的晶片 有ASIC 所以常常都有人说ASIC ASSP 有一部分是general purpose 最难做就是general purpose 亦都最 和OS 最有关系就是general purpose 里面包括有CPU GPU 最常见有DSP FPGA 所以就有不同的 用这些东西 就可以做到不同的晶片的Sell 但至于如何应用 如何写程式 进入CPU GPU 就是software的功能 你讲CPU 我们所知的 有一个就是NVIDIA 的QDA Core 那为什么QDA Core 是很重要的呢 为什么它们可以从 NOTHING 变成很大的 在市场很大的 一个 Core 主要是NVIDIA 为什么那么受欢迎 在AI上面 除了玩游戏之外 因为当初 做NVIDIA 做GPU的时候 其实一心想着做游戏 应该是没有想着做AI 不过内部 就做了一个 CUDA的一个 一个 程式 一个转换的方法 而AMD 就没有的 AMD 可以用OpenCL 可以用OpenCL 去写程式 在上面 CUDA 这个程式 因为很多人 是学会了之后 应用在AI 在Machine Learning 加快了整个 寫程式的速度 因此令到NVIDIA 应用层面 在我们叫 GPU as a Service 或者直接 买一张1080 1060 10什么鬼 GTX那些卡 就买一张 游戏卡 就用CUDA 的程式 去表达 去写下去的话 就是转换的话 它就很快 能够应用到 GPU 那个功能 而AMD 为什么会弱些 就是因为 这部分的 那个 程式 的 整个结构 是没有做得那么完善 所以 这个也是一个 原因 CPU 里面 有分几个 我们比较熟悉的是 X86 X86 就是 Intel 一路由 8086 8088 Mac AT XT 那些年代 一路下来 8026 36 36 406 一路去到 586 去到Pantinum 去到 i3 i5 i7 十几 纳米的製程 那 除了 X86 之外 X86最主要是用在电脑上 大家知道手机不是用X86 都是用ARM 但实际上除了ARM之外 还有MIPS 和Risk5 Risk5是一个Open Source POWER PC 就是专门用在车上 比较多些 车和Industrial 比较多些 IBM 的一个阵型 所以 CPU 其实都分几个 另外ARM 再分下去 有两种 通常有两种授权 一种授权 就是Cortex Cortex 的授权 Cortex 授权 到最早期的A单字 ARM有三个系列 A系列 R系列 M系列 M系列 R系列 做Industrial A系列 做手机 Consumer Electronics A系列 有A7 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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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G47 と思います 英文 并不统论 另一种授权 是ISA 就是 IsA 撹权 进入 Command D 图 Caroline 证明 现时 registrar 整个 CPU GPU 这些 整个 天 大 其實整個結構、整個流程、整個分類就是這樣的系統 至於怎樣跟 OS 結合呢 因為通常很多人很集中做晶片的人很熟一部分 做軟體的人很熟一部分 做 OS 的人很熟一部分 做 Virtual Machine 的人很熟一部分 這個跟一層一層的關係是什麼 所以今天我們最主要的節目就是希望做到這個效果 如果跟 software 的 standpoint 來說 Software 是好像一個 soul 來的 它是一個 soul 給 hardware soul 它是跟 hardware 溝通要做什麼 跟 user 要跟 software 溝通 Software 會跟 hardware 溝通 然後我們才會做一個東西 在 software 最 basic 是它的 language 我們通常有三個 language C、C++、Java 這三個 language 是我們跟電腦溝通的方法 我們不可能明白電腦是怎樣跟我們說話 我們唯一的方法就是這個 compiler 去翻譯到這個人會明白的一個 language 首先就是講 C 和 C++ 這是其中一個最延遲的 language 從這裏來我們可以做一個 Refracture C Refracture C 是一個 C language 加多些東西進去的 language 從這個 language 我們可以做一個 OS OS 其實是一個 operating system 但是用來做什麼呢 OS 其實用來 make sure 這個 application 行的時候是可以運作的 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是 make sure 流程會比較smooth 我們只要知道 最大的兩個 OS 是 Linux OS 和 Unix 它們有兩個分別 一個就是 public 大家都可以用 和 Unix 是 private 就是 open source Linux 是 open source 那 Unix Private 呢 如果你要用 Unix 的話 你要有一個 license 一個 separate private license 去用 Unix 那大家都看到這個有一個 iOS 為什麼今天我們不說這個 iOS 就是因為如果我們用這個 iOS 來說 這個結構會有點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的話 就 common留言 跟我們說我們想知道多些 iOS 我們可能會做了插字 可能會做了插字 那 Swift Cook 呢 Swift Cook 是在哪個位置 Swift Cook 是寫 iOS 的程式 不是才會用的 它是 iOS 的 application 大家所知道的 App Store 就是 Objectiv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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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給 iOS 的 可以說是給 Unix OS 去寫的 Swift 是給 iOS 的程式去寫的 那 continuing 從 Linux OS 我們要加多些東西去 我們可以做 Android OS 和紅盟 OS 那大家看一看它是從 Linux 來的熊盟 熊盟 熊盟 或者熊盟 但是其實它是一個熊盟 熊盟其實是從一個 Android OS 是叫 Android Open Open 的一個OS 去寫出來的 但是我不花太多時間去解釋這個 那我 simplified 之後就可以 從 Linux OS 去 Android 和熊盟 作用就是要確認這個 application 會行 那這個究竟怎樣行呢 那當一個 application 譬如一個 user 按一個 App 出來的時候 譬如我要用一個計算機 譬如 1 加 1 登 2 那我們要怎樣算呢 那個 application 會跟 OS 說 我需要這個東西 OS 會跟這個溝通 沒有問題 我現在可以做到這個東西 那我們怎樣去 physically 做到這些東西 我們需要一個腦袋 一個 CPU 那我們從這個 OS 呢 我們用這個 compiler 去從一個人明白的 language 寫到一個機器去明白 一個 language 那 那 大家很多人都說 這個熊盟 這個 Noise Arc 呢 為什麼會快很多呢 就是因為呢 如果大家看的話 這個 Android OS 呢 它是用一個 Java 去寫一個 Android Apps 那 Java 有什麼特別呢 那 Java 呢 那 Java 呢 當然 當你寫 Java 的時候呢 它會經過 我們看到這個學問 是從熊和 OS 直接去 Compiler 直接去這個 Call 對不對 Android 不一樣 它用一個東西 就叫 Java Virtual Machine 去行動這個程式 那 為什麼用 Java Virtual Machine 呢 因為 Java Virtual Machine 其實是從什麼 OS 都行得到的 它在 Android 行得到 它可以在 iOS 行得到 它可以在 iOS 行得到 其實熊盟都可以行得到 但是因為它是一個 Virtual Machine 所以它的 performance 沒有其他東西那麼快 所以我們從熊盟 去 Noise Arc 我們可以直接做一個 叫 Native Code Native Code 直接跟這個 CPU 和 GPU 去 communicate 所以我們可以 execute 一些東西快一點 所以我們其實想解釋 是一個第二層的融合 就是說 越高級的融合 當然你寫程式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一些 就好像是 怎樣解釋呢 就好像 Android 一樣 其實它是由 Linux 開始 Linus 當然都是由 C 寫出來 但是 Linux 是 Open Source 本身 Linus Open Source 之後 它是套了一層上去的 就是 Android 的 OS 那你套得越多東西 其實你寫的時候 會方便了 因為它多了很多 Library 多了很多東西 但是你如果 寫程式的工程師 是越高級的 寫的英文多 寫那些 Machine Language 就是 Assembly 寫得少 越寫得高級的 那你的 CPU 的 loading 是最重的 因為你是要經過幾重的 Language 的 Transformation 或者是 Compile 就是 Compile 那你越底層 就是越 Native 就是越寫多些 Assembly Quote 你是越寫一些 最 Native 的東西 也都不用 Virtual Machine 然後你又針對 Command Set 就是針對晶片最底層的 Command Set 最 elementary Command Set 它是最原始 Command Set 而不是 Build Up 上去的 因為你越 Build Up 越多 你的 Translation 那為什麼Android 會用這樣的策略呢 因為我們覺得 這個我們覺得 我們覺得 就是 早期 因為 Linux 已經在了 然後在 Linux 上面 塗一層 塗一層之後 因為你的 CPU 速度 會隨著 Lano 一路有 1.100 Micron 一路落到40 Lano 到28 Lano 14 Lano 7 Lano 那你的 CPU 會越行越快 那你的 CPU 會越快 那你將來的 Android 會越快 就算是同一個 Program 所以 現在來說 有很多人問 為什麼 ROS 流暢很多 因為 ROS 寫得比較乾淨 就是很多程式員 寫著就寫著就乾淨 那好處就是 用少些 Memory 所以 用 ROS 系統 可能一兩個 Gig 一兩 Gig Byte 的 DRAM 可能已經很 Efficient 但是 可能 Android 要到 3 Gig 去到多很多 但是 經常會 不會流暢 那這個就是 其實 寫得不夠 不夠 Primitive 不夠 Native 所以 其實我們想 講解 但是 這個事情比較難解釋 所以我們要從這個程度到尾 說一次 就會比較明白 還有每一層都有一個 Linkage 在這裏 就好像 Elwood 這樣說 好像 GPU 一樣 其實中間有 CUDA 層 有 OpenCL 有 OpenGL 就是寫不同的 Devices 下面寫高階語言 也可以 甚至乎還有一些更容易寫的 Visual C Visual Basic 更容易寫Jet Jet來Jet去的 或者 HTML 寫網頁 其實很多 所以是不同層的連接 在不同的 Layer 去連接 如果你越底層的 就越難寫 就是 越需要那些 程式源 是很花時間去 去鑽研 但是就 越 越 越 Efficient 就是 寫出來之後 就最快了 但是隨著Leno 隨著晶片生產 越來越 一路有7納米 一路可能將來有5納米 3納米之後 這個 那個 曲的複雜程度 你可以拉動 等於 你用一架 用一架 車仔去拉動 一個貨櫃 你拉不動 拉動 拉動 但你拉得很慢 但是 如果你車頭的馬力 是增加了 可能一架 法拉尼去拉 那你便拉得動 那你的法拉尼是越來越厲害 但是你那個車仔 就好像曲的 好像是那個程式 那你吃得越大塊的話 越需要一些重型的拖頭去拖 那這個就是現在的現象 但是 如果你的曲是寫得很乾淨的 很精簡的 那那個貨櫃便會很小 所以你的貨櫃越小 你的車頭越大 那個速度就越快 整個車的速度就越快 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用一個 就是大概這樣的意思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是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有什麼意見 因為說錯了 也可以提回我們 在我們的留言區 給我們意見 也希望大家 Like我們的節目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以及去分享這條片 和你們的朋友 去分享我們的頻道 那有什麼意見 可以隨時在我們的 這條片下面 給我們更多意見 讓我們有更多改進的空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多謝大家